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上一节我们通过代码实现了KMP的这个设法原理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需要去分析一下我们代码实现 是不是能够保证KMP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也就是线性的复杂度 从我们原来的代码上看的话 要直观的得出它的复杂度是线性的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就以当前这个计算后缀的这个函数为例 看一看这个函数的时间复杂度是怎么分析的 大家看一下,在这个get longest surface 在这个函数计算里面呢 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个do while循环 麻烦的之处就在于在这个里面呢 又进行了一个地规的调用 这样的话,地规调用进来之后又有一个do while的循环 这就相当于有可能两次地规调用的话 那么就可能有两次do while的这个循环间套 那么有循环间套的话,我们要认为它的时间复杂度是线性的话 那么就需要好好分析一下了 所以大家看在这里面,在循环里面又有一个这个地规 地规里面进来之后又有一个循环,循环又进入地规 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要声称这个函数是一个线性法拉度的 那么就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OK,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证,虽然在这里面是一个地规调用 以及这个看似里面地规调用 然后又有一个do while循环 但是我们能够保证,这整个这个函数的执行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的匹配字幅串 大P,它的长度是m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保证这个函数 这个get long-get surface 这个函数执行的总共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大om 我们看一下是为什么 当我们进来这个函数执行的时候呢 如果当前这个,我们当前看到这个数组已经运算过的话 我们会立刻返回 如果没有运算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那么先去看一下前一个这个长度是否已经计算了这个最长后最 如果计算完最长后最的话 我们再进入到这个do while循环 假设前面这里面,我们这里面返回了一个值 那么这里面如果他返回来的这个值,复制给k的时候 这个do while循环要进行两次以上 比如说进来一次 因为do while循环的话,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进来一次 那么出来之后,如果下一次再进来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保证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也就是k带0是成立的 那么如果在这个k带0进来的时候 那么发现,那么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呃,后面这两个这里面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进来之后 那么整个do while循环就不再进行了 因为因为我们这里会有一个return 那么如果do while循环想下一次继续进行的话 那么必须是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 那么不满足这个条件要直接进入到这一部分 进入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k带0的时候 我们又会进行一个地规调用 那么在关键就在这里 大家看这里面这个地规调用啊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长度于k的 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最长直串啊 最长后缀 那么后缀的话就肯定要比我们当前 这个字符串的长度要短 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执行完这一步之后 这个k的值是要变少的 OK,大家这一步理解吧 因为我们这个如果长度是这个 假设一下我们这个长度如果是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这个长度是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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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5 整个字符串的长度是5 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后缀呢 如果是5的话 那么这个值呢 传进来的这个值呢 这里这个k值呢就是5 那么5的话通过这个地规调用之后 返回了值来看一下 这个字符串前三个字符 正好是整个这个字符的后缀 也就是这个 也就是abaababab正好是这个 当前这个字符串的后缀 那么这样的话 它返回来的这个k 重新复制完的时候 所得的值就是3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表明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这个get long get surface 返回这个k值的时候 这个k值是要变小的 如果变小了之后 它不得啊 它仍然是大远零的话 这时候我们才会再进来 如果再进来的时候 继续循环的话 那么我们又会再进入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k值就一直会变小 直到零为止 一旦到零的话 那么一旦这个k值为零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wall循环 就不会再进行了 那么当这个k值减少到零之后 那么下一次再执行是什么时候呢 那么下一次再执行的话 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一个条件 大家看 在这里面我们return到这个pi s的时候 return了之后 return到哪呢 return到外层循环的这一里 这里大家看到 return到外层循环的这里 或者是这里 这就意味着 当我们这个k要去 当我们这个k从这个dowall循环一直减到零了之后 那么下一次这个dowall循环要能够再次进行的话 那么这个k值必须要重新返回为正数 重新返回为正数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程序控制流必须要进入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k值加1得到一个大约0的数 复制给这个元素之后 然后通过这个return元素返回来 返回到外层 返回到外层的话 控制流会走到这里 会走到这里 要不就走到这里 要不就走到这里 那么只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执行这一步的时候 那么下一次的这个dowall循环才有可能再继续进行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 这就意味着整个这个dowall循环的次数呢 受到这里执行次数的限制 假设这里面我们这条语句执行了10次的话 那么这个dowall循环最多就只能进行10次 对吧 因为我因为你每次都是递减的 你每一次递减至少要少1吧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执行10次的话 那么这个k字可能就等于10 那么你每一次递减的话 那么最多就能够递减10次 也就是说这个dowall循环的执行次数 以及这里面这个回调被调用的次数呢 是受这一条语句所约束的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条语句最多能执行多少次呢 那么每一次我们判断到这个字符 跟当前这个s位置所对应的字符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立马返回了 所以这条语句呢 我们最多执行的是m次 也就是这个匹配字符串大批的这个字符的个数 所以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算后缀的这个函数 执行的这个次数呢 最多就是m次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就是 即使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dowall循环 在这个dowall里面 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地规调用 地规调用进来的时候又有dowall循环 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循环间套 但实质上总共的循环次数 受这一行代码的限制 只有这一行执行了之后 我们啊 你就是说总共的循环次数呢 必须受这一行执行次数的限制 它永远超不过这一行所执行的次数 而这一行所能执行的次数 最多就是这个匹配字符串 大P的这个字符的个数 所以我们说整一个这个后缀的计算函数 它的时间复杂度就是一个om 是一个线性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保证这一个后缀计算的 这个函数的时间复杂度是线性的了 OK 保证这一步之后 我们要保证整体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线性的 那么我们还必须要保证这个匹配函数的时候 它的执行的这个效率仍然是线性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match函数 match函数在这个函数主体的时候 它进来会有一个for循环 在这里面又有一个y循环 这就意味着它实际上是有两个循环间套的 如果是有两个循环间套的话 我们要保证一整个这个 整个函数的执行效率呢 是跟是一个线性的 那么就又需要去分析一下了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对这个match函数的分析呢 跟前面分析这个后继计算函数实际上是差不了多少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去判断这个match函数呢 是毕竟是在这个有限次 也就是线性的时间之内去完成的 我们看一下在整个的这个外层循环for呢 它这个i从0开始 那么它的这个循环的次数呢 受到这个匹配文本长度的限制 也就是说它最多循环就不超过 就跟这个匹配文本的这个字符的个数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y总共能够运行多少次 大家注意看一下 当这个y要进行循环的时候 我们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就是q大于0 那么如果q大于0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一个循环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时候 这个pi这个πq把这个值复制给这个q 实际上跟我们这里面去求这个 跟我们这一个的这个调用实际上是一个相同的道理 那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去执行到这一句的时候 这个q值呢是要减少的 每一次都要减少 既然减少的话 至少你这个q比原来的 比出这个语句复制了之后 复制后的值肯定比原来的值 你要减少的话 至少要减少一个单位吧 那么这样的话 执行一次之后 这个q至少要减少1 那么当这个q减少到0的时候 我们整个这个Y循环就不再运算了 那么当我们这个q减少到0的时候 下一次要想再进入这个Y循环 就必须要等到这个q大于0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q大于0呢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在这里了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执行 这个条件必须要满足 然后使得这个q等于q加1 这条语句执行了之后 这个q值才有可能去大于0 那么这个语句它最多可能执行多少次呢 由于这个if语句是在这个for循环里面的 所以在理想的情况下 这个if语句判断要成立 使得这个q自加的话 加1的话 那么最多是受这个循环次数的限制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Y的循环呢 它所总共的执行次数 肯定要小于这一条语句所执行的次数 而这一条语句执行的次数呢 最多又只能是这个满足这个for循环的次数 因此这里面这个Y循环的总次数呢 是不超过这个外面这个for循环的总次数的 那也就是说虽然它是里面是两个这个看似循环间套 但即使是这个循环间套呢 我们这里面这个Y的这个循环的次数 总次数也不超过这个for循环的这个次数 那么for循环的次数呢 是这个匹配文本的这个字符串长度 这就意味着里面这个外循环的这个执行次数呢 也不超过整个这个匹配文本的这个字符的个数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保证在这个大负里面 大负里面虽然有两个这个循环间套 但是在这个match函数执行下来的话 那么它总共的这个执行次数呢 是最高的上限呢 是这个匹配文本的字符的个数 所以我们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呢 这个match函数的执行效率呢 是跟这个文本长度是成一个线性的比例关系的 也就是说这个match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t点lens用小n来代替的话 那么这个整个match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就是大欧小n也就是一个线性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稍加分析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 虽然这里有个for和这里有个y 有两个循环间套 但是那么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数量分析呢 定量分析呢 我们知道它整个的这个函数的这个循环呢 次数是一个线性的 所以即使是有两个循环间套 但是我们通过分析人员能保证整个函数的执行效率是一个线性复杂度 那么这个match是一个线性复杂度 前面计算这个后缀又是一个线性复杂度 那么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整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跟我们这个文本匹配的这个啊 匹配文本的这个字符长度是呃成比例的 也就是线性的 那么从综合总结而言呢 整个的kmp算法呢 是一个线性复杂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呃 字符算品配算法 那么据我估计呢 这个kmp由于它实现起来简单 同时算法效率又比较高 那么这样的话 它应该是广泛的会运用于在呃 所有需要这个字符串查找的这个场景中的 比如说我们当前当前这里面 我们要去查找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里面去查找 查找这个字符串的话 大家看 那么我怀疑这个chrome应该是使用了这个kmp算法 当然我不一定保证 但是从现在这个研究来看 在所有这个字符串匹配中 kmp算法应该是这个效率最高 同时实现起来也是最容易的 因此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那么呃 这个大多数应用程序使用kmp算法来实现这个字符串匹配 应该是呃很有可能的 ok 这就是这一节我们去分析 我们对上一节这个实现代码进行分析的 呃时间复杂度分析的一个呃说明 那么实际上我们虽然有了这个时间复杂度的这个证明 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去证明这个我们这么做 从这个数学原理上去证明这么做是对的 会不会有可能说存在某种特殊的文本和特殊的匹配字符串 使得这个特殊文本和特殊的匹配字符串 他们运行起来的这个结果就不会正确呢 那么这个是我们是可以保证的 因为虽然我们没有进行数学证明 但是由于这里面这个kmp它的这个数学证明比较抽象也比较繁琐 所以我就在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去进行太复杂的这个数学讲解了 因为它太枯燥和太复杂的话 大家看起来可能也没有耐心 如果大家想去了解这个kmp的这个正确性证明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一本比较好的这个算法书叫做算法导论 那么这本书里面数学的认证论证呢也是比较严谨的 那么大家如果有心情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本书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呢主要强调的是这个工程能力 也就是大家只要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是干什么的 是用来匹配字符串的 有这么一个算法 并且这个算法它的效率很高 那么以后大家在这个工程开发的时候 能够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那么知道怎么用 知道怎么写它相关的代码 这就足够了 至于它是为什么是正确的 它的数学原理呢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更进一层的话 可以再去自行分析 同时呢如果大家对这个代码掌握清楚的话 对它的这个原理已经了解的吃的比较透的话 那么后面去看它的数学分析呢 其实也不会太难 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暂时忽略掉了 它比较繁琐的这个数学分析的步骤 只给大家解 只给大家给出这个时间复杂度 这个分析的步骤 跟大家能让大家能够确保我们这个算 这个代码实现的这个时间效率是得到保证的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的目的 OK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节算法课程 那么从下一节开始呢 我们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对列的相关算法题的研究和这个学习之中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